大家好,我是弗兰克 在广州有这样一条村,它不生产汽车 却有着来自国内外期权的二手零配件 它就是成田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汽车行业的兴起 二手汽车零配件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很多商家选择在这里开店 因为这里交通便利,租房成本地,又临近市区 成田村被称为汽车界的华强北 这里是玩老车,经典车,车迷,车圈从业者等车友的圣地 这里有上千家汽培商店 听说这里没有你找不到的汽车配件 是汽车发烧友天堂 马萨拉蒂,保时捷,奔驰宝马等豪车的配件 都能在这里 以比4S店便宜太多的价格售除 成田汽配市场 远生了很多产业,物流,维修,培训等 这一千多家商铺带动着成田村的经济 影响着几万人的生计 我现在在广州地铁二号线江夏站 那这边呢就是正在改造中的成田村 如今神奇的成田汽配市场 也始终要迎来告别 2019年6月 中国最牛汽配城 广州白云区成田村 启动拆迁 成田村是白云区首个 获批的全面旧改旧村项目 城中村改造总估算约105亿元 有旧改经验丰富的福利地产 拿下成田村改造 成田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采用全面改造模式 以整体拆除重建为主 实施改造 通过全面改造 打造白云新城连片中红开发 改造示范区 建设云山西路移居优质城区 形成集约勤臭 疏散有致的城市空间 以外的城市沟封 如今三年过去了 曾经的最牛七配城迁到何处 被改造了成田村成什么样呢 这里曾经适逢有你的足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